数十人周日占领消费主义的 神殿老佛爷百货公司 在三楼举牌抗议 导致百货公司被迫停业疏散顾客 波士卫者之后就被警方驱散 北韩当局日前透过官媒 痛批美国民主党及前副总统拜登 是到处乱跑的疯狗 应该被乱棍打死 对此美国总统川普退文回应 说拜登或许又懒又迟钝 但还不至于那么糟 野党总统下令削减汽油补贴 油价变相增加了50% 激怒40个城市及市政爆发示威 大批民众在街头堵路放火 警民冲突造成至少一个人死亡